歡迎收看由點新聞和WGTV聯合製作的 《世界是米話不關香港事》 大家好,我是陳傑 大家好,我是Dr. Raymond 鄭阿坤 大家好,我是吳俊瑜,大宇 中央外事辦王毅主任在維也納 與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進行會談 在會談後,雙方都釋出善意 說大家都要用好這條戰略性的溝通渠道 隨著王毅主任與沙利文的會面後 我們的外長陳剛和商務部部長王文濤 都與美國駐華大使進行了溝通 似乎中美的關係有些改善 不是,傑哥 最近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CECC再度發表了報告 還將矛頭指向了29名香港法官 還促請美國政府要考慮制裁 當中包括了終審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張舉能 所以我不認為釋出了善意 他好像針對的29名法官是負責審理國安法的法官 對,沒錯 Dr. Raymond,這個叫做國安法 都已經整年了 他之前的動作好像沒有今次那麼倒獄 為什麼選擇這個時候做這件事呢 我覺得他們選擇這個時候是有原因的 你說是不是真的要制裁法官呢 當然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要明白他們那種想法的思維 就是抹黑就要一起的 意思就是說當他想抹黑一個人的時候 他就會將那些有黑的東西放在一起抹黑 好讓大家可以聯想在一起 為什麼我說聯想呢 其實是有原因的 因為如果你看看 剛剛的4月19號 美國國務院就制裁了一班尼加拉瓜的法官 就說他們侵犯種種的人權狀況 諸如此類 又是公民權那些東西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做這些事情的話 你不要理會那些人有沒有事 但是不要忘記 尼加拉瓜在美國人心目中是販毒國家 是絕對不是一個很乾淨的國家 如果在這件事的新聞上 把我們香港拖在一起的話 就將你們兩個拖在一起 就將你們兩個名字拖在一起 好讓大家有聯想 所以在美國的角度 先不要想我們 我們被制裁當然不奮氣 但是在他的角度他不是這麼想的 他的角度就是 他講這兩堆人講在一起 前後腳有的話 你就會覺得這班人全部都是一樣的 應該要制裁 其實很多市民 特別是美國市民 看新聞的時候都不加思考的 你說剛剛制裁完尼加拉瓜 現在要講制裁香港 應該是對的了 那些人就不會想一下 究竟為什麼制裁香港是不對的 其實這是一個文宣的策略 令到一般民眾 就將香港和尼加拉瓜 就劃上等號 就是說你那裏有這樣的不良的紀錄 你那裏有這樣的問題 於是香港就變成了 跟它是一模一樣的地方 是的 美國一向的文宣就是強勁的 所以幾代就將那些不好的東西 就放在那些好的東西一起 一起說 將那些好的東西都說成為壞的東西 除了剛才你說的做法之外 即是抹黑而一起抹黑之外 我覺得在時間的鋪排方面 整件事是有計劃的 因為如果我們追溯這件事的起源 我會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黎子英的小子 黎崇恩 其實他在2023年的1月份 去到英國 當時會見了國會議員 還要求與新衛城見面 最後沒有理會他 甚至乎在上星期5月8日 更加派出了英國的商業及貿易部 國務大臣莊敦文來到香港訪問 那時候黎智英的小子黎崇恩 就說公開譴責 英國在對華立場不夠強硬 然後3天之後 即5月11日 他就出席美國的國會 剛才說的CEE的聽證會 所以從這件事件下來的時間序 一早安排了黎崇恩要出席這個聽證會 他自然不會馬上瞞亂 所以他一早鋪排了 在今年年初就去英國吵 英國不理他 然後他再來美國這件吵 但你以為他主動去說這些話 其實不是 因為這個聽證會一早已經定義了 所以其實所有事情是有鋪排的 而這件事背後的黑手 我覺得未必是黎崇恩 反而是美國政府 為甚麼呢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出來之後 有三個目的 第一就是要給英國一個下馬威 因為要圍堵中國 為甚麼你這個國務大臣莊敦文 會來訪問香港呢 好像是唱反調 第二個目的 還要增加中美談判 或中美未來的會談籌碼 第三就是激起台灣的關注 因為黎崇恩現在移居了台灣 他在出席完這個聽證會之後 你也說到一些 和台灣相關的 把香港和台灣問題混在一起 所以整件事 你看看 完全是站在美國的角度出發 甚至不是站在黎崇恩的角度出發 這件事大家都知道 整件事 你說黎崇恩也好 他兒子也好 其實在整個大劇本 我覺得這個大監製一定是美國政府 英國也好 台灣也好 其實通通都是這個劇本裏面的其中一個棋子 真正要做的是美國圍堵中國 這一個他基本上已經狠下心要做的事 任何事都改變不了他 我剛才說 沙利文和我們王毅主任見了面 中美關係是否會改善呢 有些媒體可能想得比較 我們說天真一點 可能覺得談完之後就有改善 我想我們國家的領導人是非常聰明的 現在我們經常說 聽其言觀其行 其實每一次不要說跟沙利文的見面 包括我們主席跟拜登在電話溝通也好 見面談完也好 到後來你有你講他有他做 是變本加厲地去對付我們 變本加厲地去圍堵我們 像今次一樣 二十九名的一個國安法的法官 你美國經常標榜的是什麼 說司法獨立的 你經常說不應該有政治去介入 這個司法裡面的 好了 你現在憑什麼說 我們香港司法出現問題呢 這二十九位法官 他到底做了什麼 你認為他做了一些不公平的審訊呢 你亦都說不出來 而事實上 香港的司法獨立的終審權 到現在都還是由香港特別行政 他自己高度的去治理的 到底美國是你自己沒有司法獨立 政治干預司法 還是說我們呢 我覺得我們沒有問題 Dr. Raymond 我都覺得我沒有問題 美國一定覺得我們有問題 那其他國家又會怎麼看 你猜 是好問題的 結果 其實如果你看看其他國家的話 在巴西就有一個近期的研究 他就是研究在美國制裁伊朗 美國之後 如果大家還記得 在澳戰爭之前 之前俄羅斯和烏克蘭 其實已經打過了 當時是烏克蘭搞事 當時有個明斯克協議 當時也有制裁俄羅斯 還有美國自己本身也有制裁古巴 其實這三種制裁 都搞到別人的國家 不單是經濟法例的制裁 諸如此類都搞到別人的 那就有人研究一下 究竟這麼久以來 這麼多的制裁有沒有用的呢 結果發現原來是沒有用的 問題就是他實際上想做些什麼 其實很多人都在說 美國每一次要制裁別人 背後必然有一個動機在 動機和制裁可能是完全無關的 例如如今次這樣 其實有可能就是想將我們香港 好像剛才大宇所說 香港和台灣運為一談 就是將那些明明是沒有事的東西 和有事的東西放在一起 然後就說到好像全部的有事一樣 就像今次制裁法官一樣 剛好也在隔離制裁 尼姦拉瓜的法官 也是用這種手法 背後也是那樣的 如果剛才大宇你說美國是比較下馬威英國的 倒不如你反過來想 就是美國可能想要一系列的手法 去確保他才能夠有最大的市場 最好的利益 其他的盟友 如果誰想有利益的就回頭 所以其實不是下馬威那麼簡單 而是等如大家還記得特朗普以前有一次 在歐盟撥開了領袖自己走出來 一模一樣的效果 就是他撥開了人自己走出來 所以制裁只是撥開你 讓你不可以向前走的一個方法 讓你沒辦法那麼順利去發展經濟的方法 讓他能夠有最大的好處 也對的 Dr. Raymond 因為如果看過往美國制裁的例子 我制裁你這間公司 不可以跟美國的公司交易 或者不可以擁有美國的技術來生產的話 他叫其他國家都不能做 因為你在用美元或者美國的技術 所以其他國家都不能跟中方做生意 但是他自己撥開了人 然後他自己跟高通或者一些生意公司 又牽署了一些豁免 然後自己就走出去了 就是跟別人做生意 所以絕對認同你的說法 是的 但如果你看看 其實美國的制裁數目 真的嚇到你驚人那麼多 從2000年到2021年 說的21年裡面 美國對外的制裁增加了933% 即是說九倍多 單單在特朗普政府的4年任期裡面 已經有3900多項制裁 即是你想想制裁數目其實多到不得了 他們玩制裁已經是玩到不是真的要制裁你 而是他需要有一個形象上的方便 很容易告訴別人 你看看我是制裁你一個 即是等於在家裡哪個負責拿藤條的 就比較兇 所以拿藤條的他要是他 但是實際上打下去是否正確呢 是另一回事 藤條是否正確用呢 又是另一回事 可能根本就是拿藤條的 亂用人都不奇怪 現在就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問題是你制裁三千多項的話 其實是制裁自己的了 是的 但是想法就是 他不是真的想制裁自己那麼簡單 而是想著我要做的不是在制裁角度 而是要在形象角度造垠你 因為美國要玩的是玩虛的 那個所謂美國霸權 美國霸權其實某程度上是虛的 虛的意思就是 大家如果不同意他話事的話 其實他就沒有了霸權的了 現在大家仍然聽著說 我們好像很擔心他制裁這樣 說吧 大家試想想 如果有一天我們這個節目都不再說 美國制裁 說知他的 其實這樣美國的霸權是真的沒落了 我們今天還說他的制裁 即是說他的霸權還在 但是我覺得他現在所做的事 是做內宣比較重要的 可能我覺得是做給他美國的民眾看 你看 我還是世界警察 我還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定的份量 去說話 我制裁人 人家會害怕的 換轉其他國家 其實是不是真的那麼害怕你的制裁呢 好像你剛才也分析過了 其實在這麼多年以來 他對很多國家所做出的制裁 其實對他們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就算這次俄羅斯這樣說 俄羅斯的對外貿易反而是激增的 你對俄羅斯的制裁無效 那你對中國呢 你對中國所有的制裁 又加關稅又這樣那樣 令到中國的迅差 是再創一個新的突破 其實你看來看去 你那個所謂的制裁 其實是對其他國家是沒有效的 那你還做來做什麼呢 或者我用這樣的另一個角度去看 杰哥 其實如果大家有懷疑的話 剛才你說外宣還是內宣 我們是用國家的一個想法去想東西的 但是如果用美國人的想法 可能會用西方角度的想法去想東西 意思就是說 英語是國家 又或者英語為母語的國家 如果他用英語為母語的國家的話 現在說有八億人口 這八億人口是以英語為母語 跟著周邊那些 都還有大約八億左右 其實他想的就是 我要維持我的生意 就在這個英語體系裡面 你剛才說的俄羅斯 甚至我們國家中國 我們都不是英語體系裡面的 就是說你自己怎樣做 就算你的貿易量多了也好 是你的事 總而言之 霸權仍然在他那邊 大家仍然覺得最多的賺錢在他那邊 其實我們今天經常在說制裁 諸如此類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因為你留意一下 西方或者是英語系國家 他們最賺錢的地方 並不是在生產不是在什麼 而是在那個增值上面 在形象上的增值 加一個品牌下去賺多少錢 你試一下 你有多好會想到一個品牌 是不用西方語言的 我們自己有很多品牌 但是的而且確不是風行全球 全球品牌大部分現在說的是英文品牌 或者是一些西歐 就是法文德文諸如此類 這些品牌 它最貴的地方就是 你中國製造 它放牌上去就 一聲就 加了這麼多錢 你想一下 它要維持的是這個這樣的霸權 很希望它能夠賺最深的一個 它希望打倒我們 將我們就 屈在喉蘭 只是去製造 錢滿的 就它賺光了 這是它要霸權的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 如果我們 正如他這樣說 我們正在做 他希望我們做的角色 那今天就沒有中美的衝突在當中 也沒有中美的博弈在當中 問題是我們已經復興了 我們做的事 正是他不想我們做的事 你剛才說的品牌 其實我們都有些品牌 是衝出了國際的 就制裁那些 例如華為 你制裁的話 你制裁華為 其實我們也都迫使到我們 本來可能沒有這麼快要升級的東西 現在正正是因為你的制裁 令到我們是加快到我們的升級的時間 那麼你的制裁反而是幫到我們的 因為我們有一個大市場 這件事就是它最不想見的地方 我們的大市場 的確是能夠 令我們自己的品牌可以跑上去的 這件事是它最沒辦法的 這個也都說到 為什麼它用一些方法 以前在很多國家 我們國家是沒有辦法能夠成功 今時它用回同樣的方法 是我們國家是更加不會成功 因為我們國家和其他國家來說 我們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們一個龐大的市場 以及一個很有為的中央政府 去做所有的資源分配 以及整個規劃 令到它很難用制裁的方法 令到我們屈服 等等兩位 我們今天不是說制裁法官 為什麼跑去制裁機構和企業 制裁嘛 以前是說世界事 別說不關香港事 今次就反過來 香港事不關世界事 我們下星期再見 就是人類似的不關 我們才會試騎 注意到人類伽 我們下星期見 是一定會有效 我們下星期見 你還要深掛